大家好 我是Data數據君 我是小豬 今天我們去試一間閃西菜餐廳 這間餐廳叫甚麼名字 遇見長安 我覺得名字挺好聽的 這間餐廳有甚麼特別呢 這間餐廳最特別是它的佈置 裝修很漂亮 這裏還可以穿著唐裝打卡 我見你玩得很開心 是嗎 而且它現在有個雙人餐 一念八很划算的 所以我們今天來試一試 現在先介紹一下交通路 我們在上梅林站 L出後出 出來之後會進入卓越會 接著上二樓 餐廳在海底撈對面 今天我們就十一點到來到這邊 離去的時候沒有客人 所以我們到處逛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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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安多很多分別 深圳這間就是首店來的 另一間就好像是布吉那邊 這裏的裝修風格呢 就是中國苦對風 我猜它就是模擬一些長安人的感覺 那個模仿我覺得不算是很真的 不過起碼叫做盡力 餐廳這邊還有三個亭 好像模仿後花園的感覺 不過我們就人少了 就坐不在那裏 接著我們就出去門口打卡 朱老師就換了一套很漂亮的唐裝 嘩唐代美人 接著我們彈一下古針 朱老師今天中間可以換了唐裝來彈琴 是啊 是不是很漂亮呢 是很漂亮 不過換衣的時間就比較久一點 其實朱老師心藏不老 琴琴書都是標配 剛才我們穿的唐裝都用了多久 差不多十分鐘左右 是啊 如果不是工作人員幫我們搞 都搞不定 是搞不定 因為吃飯時間 所以生意都相當不錯 現在都坐滿了 爆炸了 這次我們選擇這個餐 價錢都挺划算的 這個套餐就是一百年八個半 這個餐就是二次三文餐 星期一至五就可以用 星期六日就用不到 這個套餐 它有三樣東西都是二選一 這個套餐還有酸梅湯和涼菜 那茶餐就有三位 圓 這個餐都上得很快 上得很快 而且份量都挺不錯 兩位吃不小 我想三人餐真的OK 吃得很飽 吃得很飽 吃飯之前我們先喝杯酸梅湯 好啊 乾杯 油乾杯 油乾杯 好像不夠酸 不是很酸 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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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們先吃涼菜 這個菜叫烏魯絲 價錢是二十二元 我覺得二十二元來說 都挺大碟 分量很足 分量很足 好 那你待會試得怎樣 我覺得烏魯絲油切得很幼 但就不算特別爽口 哦 不夠爽口 但這個醬汁真的很好吃 這個醬汁來拌飯應該也不錯 很虛位 很虛位 接著我們就來試第二個菜 第二個菜就是老醋梨脂 原價是三十九 我覺得這個菜就這樣看就很有食用 而且我們上菜的時候聞到很香 這個味道如何呢 現在試一下 我試一下 我們就試了這道菜 我就想很甜 覺得甜度都可以了 外面的皮就比較酥脆 是 我也同意 但裡面的肉就硬了一點 接下來就是我們的主角 九香豆花魚 價錢就是六十二元 這個豆花魚一上的時候 我覺得是最好的 最好的 是不是很香啊 又香 然後樣子又漂亮 還有它下面有個火 這個熱度可以維持到 我們先試一下魚片 我覺得這個味道是比較坦的 我覺得質地挺有趣 另外的豆腐就 很嫩滑 很嫩滑 夾都很難夾 不過豬老司就夾得到 因為豬老司的筷子功力是不錯的 好耶 豬老司 這些豆腐這麼容易夾難 你也夾得到 技術嘛 我覺得這道菜是 整個餐廳最好的 還有這個湯都可以喝的 我覺得這個湯有少少像羅宋湯 我覺得這個湯都味道OK的 但我覺得它不太像羅宋湯 最後我們就試完這個沙煲花菜 價錢就是二十九元 份量都OK的 因為這個是青菜 我覺得不算是特別多 現在試一下味道 都挺爽口的 剛才我剛開始的味道 好像不太特別 但又想吃一件 這個有少少辣味 我覺得這個煎得比較好的地方 就是沒有那麼多油 真的一滴油都好像沒有 沒有 沒有乾的 所以它煎到手勢都OK的 這個菜不錯 薯片飯 現在我們就做個總結 我覺得這頓飯 它的份量也很多 兩個人完全吃不完 三個人都應該OK 味道方面 那邊朱老師你喜歡吃哪個菜呢 我覺得我最喜歡這個烏魯絲 因為酸酸地比較虛偽一點 我就喜歡吃那個豆花魚 我覺得非常棒 這間餐廳 沒過來之前 就沒什麼損心 但是過來吃過之後 都很大驚喜 可能我以為它是一間網紅店 就是打卡 鬆餐味道就普通一點 但吃起來又覺得都不錯 是啊 這個價錢 對著這個味道 我覺得完全超級 超級 108OK的 是的 這個環境都好像古代的風格 古色古香 這裡都有很多東西玩的 是啊 可以穿著唐裝 玩一下古增 朱老師穿唐裝都挺漂亮的 可能因為唐朝 就流行肥的女生 是啊 你每次都帶我出來吃東西 不肥都怪啦 是啊 怪我 一定怪你 是 這裡的服務態度都不錯 給人家舒服的感覺 位置就是常梅林站 一出來就是卓越匯 餐廳就是在卓越匯二樓 所以我覺得很方便 就是一出來地鐵校上來二樓 對 如果出對的話就不會走錯 是 所以我覺得這間餐廳都很值得過來試試 的確是 因為限時秒殺只需108元 今集就介紹到這為止 下集我們會再介紹幾個地方 謝謝大家支持 下集見 拜拜